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叫做光设计 它的副标题叫做光和色彩的艺术设计应用全书 我想很多谈设计美学还有创意的书 已经涉及了应该说已经处理了各个不同 关于这些领域的各个面向 可是一直我觉得好像单纯的讨论光这件事情 光源光线光值 然后呢不同光的一个角度 甚至于在自然生活环境里面 不同情境底下光所做的不同呈现 这方面的书好像特别的少 或者是呢特别的被忽略 如同光设计这本书在前言里面所说的 他说光线是观察艺术的基石 是控制构图和叙事的关键 视觉艺术的范畴中光线的研究是最重要的一环 却也是最被艺术家忽视的一环 所以呢当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很特别我就发现积木文化出了这一本叫做光设计 他的作者是理查约特 那么呢在今年2012年的8月份出版 他一出版的时候我就很积极的请积木文化寄给我 果然我自己看了之后也没有令我失望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终于有人好好的去谈光这件事情的一个本质 那么今天邀请到来宾很开心 邀请到就是这本书的主编 积木文化主编向艳宇小姐 我可以直接叫你艳宇吗 可以 OK 艳宇你好 你好 这本光设计啊 那个时候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会想要出这本书 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出版品 那个艺术设计范畴里面呢 正在寻找比较基础 然后可以给设计艺术学生当做教科书 或者是说补充学习参考书的那个title这样 那时候我们就很偶然的找到了这本书 就发现说它的议题主题非常的特别 至少在国内的市场还没有出现过 没错 那后来查询了之后呢 发现它在国外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书 因为也没有别的什么书 跟它类似 那它得到的 它在美国的市场得到的好评 其实基本上读者的反应都是差不多 就是说期待很久了这样一本 讲这个主题光影的书 终于等到了这样 那我们就觉得说 虽然感觉起来就是 不是一本很会大卖的书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市场就是缺少这一本 千万不要忘字菲薄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啊 是吗 你如果有写那个回函给我们 我们会非常高兴 真的好 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终于选了一个 外人看起来很冷门的书 毕竟还是有读者懂得欣赏我 对 其实这么讲好了 艺术呈现的形式有非常非常的多 是 那么呢 不管任何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艺术 我们不可否认 多数是需要透过视觉感官 作为一个吸收跟接触的大众 是 除非纯音乐的部分 可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纯音乐 也有所谓的现场演奏啊 演唱会啊 或者是等等的 那个其实也有所谓视觉感官的成分在里面 再不然就是一种所谓视觉的想象 那既然是跟视觉有关系的 其实我觉得光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其实像我自己有在玩摄影 摄影它的本质的意义就是记录光线 叫做摄影 那么如果记录光线那么的重要 而艺术呈现又多数是以诉求于人类的视觉感官为主的话 那么光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是 对不对 这么基本的东西 却没有人针对它去做一个好好的研究跟探讨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超开心的你知道吗 我二话不说看到你们一推出的那个简介 我就快点请我们的朋友 我们同事快点联络积木出版 我一定要访这本书 可是我在拿到书之前 我也有想到一个很 应该说很关键的问题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想要去把这样的内容去做一个 这么精致和一个完整的整理 就是这位作者理查约特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那理查约特他本身是学那个平面设计 或者是说graphic design 就是现在很 讲到设计最大众就是这个 那他是其中里面的学插画的 那他的运用的媒介呢 除了平面之外 他也很擅长数位这方面 那他自己身为一个插画家 他觉得了解光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那但是也就是说搜寻市面上 这样子的教科书 或者说这样子的参考书籍他找不到 是 所以他就抱着一种那个 这个牺牲小伙的那个精神 他就想说那我自己辛苦一点 我自己来写好了 拓荒者啦 对对对 不要说人家牺牲小伙 因为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插画家 那他也是纵横在平面跟媒体 就是数位媒体这个部分 所以他的内容是真的 他的范畴 他的整个这本书的内容架构非常完整 然后范畴涵盖的非常多样 那个面向那种艺术的形式非常广泛 那但是他也不停的在书里面强调说 这个其实是这本书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要让大家多多了解 而不是说想要针对某一点 去做很深入的研究 所以他其实这个内容的特色是广而不薄 那他就是说不会让你 就是门外汉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艰涩 就是以我们一般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必须要看这本书 那我们也不是所谓的什么艺术创作者 或者是视觉设计或视觉艺术家 那我们编辑自己本身看了这本书之后 就非常觉得非常有趣 他把我们平常生活中几乎已经太 因为太习惯而没有去察觉到的光线这件事情 讲得非常有趣 我自己在阅读的经验 因为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采光入门 那采光入门它总共有十个章节 那从基本的光线的原理一直到色彩 还有当然这一定会包含很多所谓的光值 然后呢色温等等这方面的讨论 当我谈到这些部分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先不要被这些 所谓色温这种东西所吓到了 其实基本上就是 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各个情境 所看到的一个自然的现象 比如说现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是阴天 那么阴天从当然阴天从窗户洒进来的光 它相对本身跟这种所谓的晴天 日震当中洒进来的光线 它本来就会比较软 也就是说它撒在任何的质地上面 它看起来是比较柔和的 那所谓的硬光当然就像日震当中的那种太阳光 很强烈 它看起来当然就会比较硬 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动画或电影 某些场景或氛围或者某些照片 它特别的会按照它的主题给我们特别的感动 就是除了它的整个构图之外 它的光线已经告诉我们很多讯号了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的 就是它会举一些例子 它在讲到某一种光的特性的时候 它举的一个例子是 你会发现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在第二章的时候 它讲一个光源的方向 对,这个很有趣 它就用一个同样的人像 但是光源是从四面八方不同的角度去照射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变更任何的色彩 它也没有去营造 但是它就很自然的借由光源的方向 就营造了截然不同的气氛 这个你会发现说 原来竟然就是只要改变光源的方向 就可以做出这么大的效果 其实我们如果要呈现出恐怖跟惊悚的一个呈现的话 你就自然而然把光源从你脸孔 从下巴的方向往上照 对,这就是大家常常玩的一个 对,一整个很阴森这样子 你不用多做什么别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我自己学心理 我们常常觉得说 有很多东西它是用很强烈的环境脉络线索 去影射我们的一个感受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 我就看到 尤其是刚刚在聊天的时候 你有提到 它的第三个部分 像创意采光的部分 是让你觉得最有感觉的嘛 对不对 那人其实在环境当中 我们就不断的受到环境的暗示跟影响 那么这些暗示跟影响 中间有很多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如何采光 或者是光如何的去做一些变化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自己最有感觉的部分 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它那个内容 因为它前面前半段 大概就是在介绍一些 就是光的原理 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它告诉你自然光 不是只是说自然光就这样子而已 而是自然光又有分 比如说白天晚上中午黄昏 然后起雾 对对对 有雾气或者是有矮气 然后有蓝气之类的 那都会影响到我们看 看物件的方式 看景光的方式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还有人照光 那人照光又有怎么样的效果 那它前面就在讲这些 比如说还有光线反射或散射 直射或侧面光 那这些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啦 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是 后半段它进入到了 比如说动画 然后还有或者是电玩 或者电影这个部分 它在讲 应用层面的嘛 对对对对对 这些就真的就是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 对 对其实呢 这个部分啊 我觉得我们两个来谈这本书 真的很棒的就是说 我们最有感觉的部分 刚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有在做摄影 所以呢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重视一些 光的基本的东西 是 因为所有照片的呈现 都是光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怎么样去控制 这个光的变化 怎么样 其实我们知道像肉眼 所看出去的颜色 跟相机所看出来的颜色 有时候不一定是一样的 而且通常随着环境脉络 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像 假设我进入一个 比较昏黄的房间的时候 就它假设是用无私灯 比较昏黄的房间 其实我会在进去的时候 过一会 我的眼睛 自然而然的会去调整 我所看见的色温 比较偏向正常的部分 对 你的大脑会把它变成 就是说正常化 可是如果拿一台相机 在这个房间里拍 你就会发现拍出来的东西好黄 对 但其实那才是真实的呈现 对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为什么我说 我对于它第一个部分 采光入门非常的有感觉 就是我们经常看很多东西 或者是做很多的事情 OK 不管你是一个专业的创作者 还是一个业余的 甚或你只是一个欣赏者 我们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而他把所以然的部分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有些作品很伟大 是 或者很多照片或画作 或者很多室内设计 为什么这么的经典 真的有他很独到之处 是 对 他把我们理所当然的东西 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呈现 这样子 像你讲到说关于进入一个用黄光的那个来发光的那个室内这个例子 我当初说书的时候跟同事讲到这个部分他们还说原来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的眼睛看起来 为什么我的房间就是色彩很正常 可是我拍出来的 就很奇怪 照片却黄到不行 对 原来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的大脑就自动到把它正常化了 对 我们大脑会自己调色 对 这也是帮助我们 当然就是在演化上面帮助我们适应环境的一个机制 对 那当然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艺术创作者 这样的一个特性就可以帮助你去做很多不同的变化 你想要让它变得 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东西 假设我是要把它的色彩的饱满跟浓郁性去呈现出来 那这时候我的光怎么搭配 或者是像我们在拍照 我们是不是去做一个可能减低曝光值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东西的应用 当然就是随着你所做的事情的不同 会有一些不同 可是呢 回到根本的部分 其实光它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视觉的经验 是 那么其实以现在的设计观点来说 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小时候我们的住家多半都是那种直接光源 就是一个日光灯啊 一个什么直接洒下来 可是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 包含我们走到街上 似乎直接光源变少了 间接光源变多了 间接光源可能就是可能 我们把灯牵在墙壁应该说天花板的某个角落 让灯的亮的光亮打到天花板 然后再折射下来 那整个环境的感受是会截然不同的气氛 那其实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这些都叫做应用 那么我觉得不管 我自己是很希望这么啦 就是说 其实美感的教育应该是全面的 所以不是 真的 我真的要鼓励你们 真的不要只是诉求那个所谓的学生 或者念设计方面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共同的经验 跟共同的体验 当美感感受的敏锐度 是做整体的提升的时候 不代表每个人都要成为艺术家 而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所存在的环境 一定会变得更美丽 对不对 你讲到这个打灯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 教人家装潢的书 那其实也有开始 越来越多人对于建筑物 不管是外部或内部的照明 越来越在意 就是说会比较去讲究 那就让我想到说 这书里面有一张是讲散射跟反射的 它非常非常微妙的就是说 我在不改变灯光颜色的状况下 利用物体的本身的环境 然后去改变物体本身的颜色 比如说同样的白色的方块 当它放在白色的环境里面 它就非常亮 放在暗色的背景里 它就整个暗沉下来 如果它放在一个红色的背景里面 你就会发现这物件变成红色 泛着红色的光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可以应用在很多 就像你说的 不只是说一定要是艺术家 或设计的这样子 是 所以呢 其实我想美感的经验的提升 是随着我们的整个社会进步的一个阶段 会做一个同步提升的部分 但只是说我常常在讲 台湾相对于整个华人地区来说 我们最赢别人就是所谓的软实力嘛 是 对不对 那么美感它就是软实力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表征 或许呢 我这么讲 有些人会听起来有点牵强 但我真心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观察或享受 在我们物质世界的一些美 或者是自己去创造一些美的话 那么我们一再地去夸耀这世界说 台湾人非常的好 或台湾人非常的nice 我觉得还是不够到位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把美成为一种存在的一个状态 所以希望大家 其实不管你所呈现的美是什么 或者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所存在的世界 那么对于我们的视觉感官来说 就是一个光影的一个变化 那这本书我觉得是适合每个人读的 我真的觉得 因为这种我自己本身可能因为跟我的兴趣有关系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或者是去看展览啊 艺术品等等的 可是却没有去了解它背后更深入的东西 我觉得永远是一种物理看花 是 对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所以呢今天很开心哦 燕宇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带来这本书光设计 也希望呢 因为我知道积木文化呢 出了很多关于设计这方面的作品 是 那么我也在这边跟你预约哦 这个有些其他的书 也希望你能够继续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我刚刚翻到光设计的后面就看到 艺术与设计入门 虽然它看起来是教科书 其实是因为我们毕竟要针对一个市场 去行销这样子 但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书都是 在内容上其实并不会非常的深奥 那藉由阅读这种比较基础的书 你可以培养你自己的审美观念 你常常觉得说sense sense 这句话好像 对这句话好像是一个 一个很遥远的东西 好像很虚无缥缈的 对可是一点都不虚无缥缈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做一个起步跟基础 光设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积木文化有很多好书 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今天谢谢艳语接受我的反问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的松题咯 也期待我们未来为各位推出 更多有关于美感经验的一些书籍 还有内容 再会拜拜